三個字 只是為了要讓這個桃花園機 會有一個比較切實的一個證據而已 好 那個洪森 還是那句話 像這種地方還是適合住在這邊 我朋友這邊開了一家民宿 還沒有弄好 還沒有弄好 如果也會有機會 也算把他做個廣告 也有機會來住一下 不是我的 我朋友的 我沒趕上 我說跟他合我 他不要 他是買下了 以前這個村的村長的一棟老房子 那個叫敦本堂 花了兩百多萬人民幣 然後這樣 你不要 可能有 就是像這些東西其實來講 比如說你買一個東西 可能開始覺得他價值會很貴 好像覺得 哇 他兩百多萬好貴 其實你要想想看 他兩百多萬買下來之後 又花了將近一百多萬去裝修 總共就在將近花四百萬 那你就知道 十萬好貴 但是你要想想 四百萬就是他一個終身的一個事業 他就等於是花四百萬去買到別墅 但是你買到別墅又不能賺錢 他是他的別墅去賺錢 他的裝修出來之後 一般的普通廟間賣到六百多塊 黃華田的那種套房賣一千多塊 天天他去做生意又會住在那種裡面 東南夏良的房間裡面 你就多好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像他的觀念 很棒 他的公安講說不要趕快是花錢 這個是投資 我一輩子可以住在裡面 我就住在那種裡面 從沒住在那種城市裡面 鋼鐵森林裡面要舒服啊 對不對 然後他可以做生意 然後結交很多的人 對不對 然後你有一個特別小一歲 一個女神收縮的人 現在在我前上個月我去看了 他一個人在 他全部所有裡面裝飾 全部他自己設計 然後所有的材料全部讓自己採購 因為老房子裝修是花很多錢 因為所有的裡面的墨結果 基本上沒有 他就去一些舊貨市場 去收那些老房子的一些木頭 老房子的窗子 老房子的那些 把那些部件過來 把它重新鑽上去 非常的有感覺 所以下次過來呢 你可以住那種 當然也要便宜一點 像那個有一百多塊也有 他那種是比較注重一個品味的那種 基本上 淡季可能好遠 冬天可能便宜一點 我忘記手機六百多塊 一千多塊這樣子 比那五星酒店 有貴有過子 而不及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去 雖然說價格有過子 而不及 但是享受方面 從感覺方面 絕對比五星酒店 要更有感覺 現在我們去吃飯 吃飯我們在那個 一線的縣子裡面用餐 用餐之後 我們就回酒店 我們坐在那個 剛才可能各位已經有看到 我們的酒店 酒店在這個附近 就在這個湖的邊 這個叫奇樹湖 奇樹湖 我們那個酒店 就在這個奇樹湖的邊上 邊上 我們先要 我們已經過了酒店 剛才已經路過酒店一次 現在要路過酒店一次 現在要路過酒店一次 我們在學校大禹治水 兩國家比較不入 我就不進去 我看你怎麼樣 我就不進去 因為我現在要去吃飯 剛才我要去紅燭 我就是不進去 路邊你們還可以看那個景點 叫做賽金花故事 待會兒這個你們看 因為講這個賽金花故事 我比較長 所以先講 賽金花這個人 可能有些 你會聽過這個人 賽金花 你應該知道 你應該知道 賽金花 賽金花原名叫傅彩雲 生育兩個年代 沒有一個準確的說法 他15歲的時候 在蘇州一艘花船上 做妓女 然後正好 當時被 大清朝的一個前科狀言 就是紅軍看中 我覺得這個貌落天心 然後又有種說法 說他 像他以前 遇到的一個女人 所以就 對他產生感情 然後就去他為妻 這個是一個很有傳奇 做一個妓女 可以嫁給前科狀言 這就是一個傳奇 這是賽金花的傳奇衣 後來過了幾年之後 大清朝政府 對紅軍講 現在判起出使 國外 你去到德國 到歐洲去 去做那邊的公使 當時按照大清朝的規定 那個夫人要一起去的 夫人的話 只能原配才能去 什麼妻 沒有這個去的 因為大清朝的話 那時候都是你 如果是原部夫人 那朝廷會頒發你那個 高明服飾 有穿著那個服裝的話 有那個擁有那個 服飾的話 你才是原配的夫人 其他都叫妻 但是他的原部夫人 不想去 不想去 比如說就把那個衣服 就可以了 說你穿著那個衣服 你去了 沈君花反正也無所謂 他就去了 現在他這個人很聰明 非常聰明 很快就跟那個德國的 上路社會 就換手了 然後又很快學會了 這邊 不進去 然後又很快學會了 這個 德語 德語 然後還跟當時的 德國的皇帝 跟皇后友合影拍照 這是他的第二個傳奇 中文的妓女 當然這也德語 他是一個妓女 較勁能力非常強 過了幾天回國 過了幾天回國